生肖狗2025年的运势 生肖狗 我们通过财运、官运、婚姻和灾祸四大方面 财运和官运属于阳势 婚姻和灾祸属于阴势 阴阳之事我们一起说 并且为生肖狗的朋友找出来一个破局之道 也就是说2025年怎么样最小的努力 收获最多的成绩 最后我们会说未来三年发展的一个趋势 未来三年吉凶怎么样呢 我们立足一年展望三年看得更远 有一些规划做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 首先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姓徐墨斋 1100年前北宋徐子平发明了八字数 在此之前没有八字只有六字 我的父亲智德大师在90年代就在香港 我那些富豪影星影帝在看风水 在那个琵琶字了 我们现在再进入正题 生肖狗啊明年总体来说不算太理想 但是呢也不算太凶 三级三凶属于中等不好不坏的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程度啊 首先呢福禄兽啊福字运呢遇到一个食神养运 也就是说生肖狗啊整年的运势不算太凶 只是凶到最尾并且的话一些好的事情的话 有点多磨 但是呢影响也不大 最后会能够成功 没有太大的这个担心和顾虑 陆自运就不好了 观佛煞 观佛煞呢它是破坏生肖狗的工作事业 再难听一点就是官司 哎 做公务员做大老板或者做法人 做老板的他种一些什么税务啊专利啊 什么官司啊或者产品啊 纠纷啊把个人给哎呦官佛掉了啊 所以说会发生这儿的事情啊 生肖狗的朋友在工作事业上 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淡薄名利的 哎他不会那么是唯利是图 也不会过度的这个追求名利 他是有一点淡薄名利 不追求那些比较虚的 哎 并且呢在工作中呢 他是比较现实主义 所以啊你对生肖狗的人 你给他画大饼 他不怎么听啊 还是来点实际的吧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工作的方式 在工作中啊做事情正大光明 不涮及人能够吃苦耐捞啊 对事业非常的忠诚啊 对人也很忠诚 有句话叫做狗不嫌家贫对吧 所以生肖狗他对工作事业很忠诚的啊 一般的话很少出现那种过河山墙 或者派途之类的这些事情啊 在工作中呢 生肖狗他逻辑能力比较强 警夺性也比较高 所以不容易受骗 如果生肖狗的人呢 做这些会计律师 或者做这些法律层面的工作啊 都是一顶一的好手 非常的厉害啊 我认识好多香港的大的律师啊 他们都是生肖狗的 哎也特别巧 非常的厉害 有一个嗅觉类的 比较敏锐的 是个来据查一个急凶 哎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好多人打官司 打着打着都打到我这来了啊 让我帮他们赶运 因为很多情况下 这个官司能不能赢 除了证据就要开律师 除了律师就要开运势啊 真的很重要 所以生肖狗的人明年就出现 这个官服破路 那么做官的人 避免触犯法律啊 做大老板的也避免触犯啊 甚至呢 去开个车 闯个红灯 也可能会被罚啊 有的时候被拍到 有的时候不被拍到 明年拍的几率比较高啊 这个呢是这对于参加工作 做和做老板的人来说 而家庭主妇呢 就延长为一个客夫运 有的就叫旺夫 他叫客夫啊 他会无形中产生一种客夫运 所以输狗的太太们啊 明年对自己的太太 对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的老公要好一点点 你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运势 有几个事情我们输狗的太太要注意 早晨起床吃早餐到老公上班之前 这个找贼的时间呢 不要和老公吵架 不要说一些不开心的事 你想一想早晨起来 啊老公吃早餐了吵架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他吃完饭去上班了 帮你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并且怎么样 你还把他一天的运气带坏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问题解决不了 他运势还不好 一天的运势都比较拖沓 工作生物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们要记嘴了 说狗的太太 在早晨老公出门之前不吵架 只说好听的 心情不好也别说话就得了 对吧 回来之后 再给他秋后算账 对吧 晚上十一点以后 你们吵架去吧 关起门来 该怎么吵怎么吵 对吧 你怎么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这个都可以的 这是给生小狗的太太一个忠告 不要把老公给扩了 还有一个发布好 受员工死佛上 生小狗的人 他在自己的健康方面 都比较的重视 说了再直摆一点 生小狗的人 特别特别怕死 所以说身体有点不好 他们会被他扩大 哎呦 我这个眼 你看 一抖一抖一抖的 是不是我这个眼睛要瞎了 是不是有重大疾病要发生 所以生小狗的人 他的身体有点不舒适 有点疾病 他会自己吓自己 把事情想得很严重 好多这个客户都有这个特征 其实就是很小的事 就是眼部神经过度的紧张 造成的眼皮在那跳 其实没什么大事 正规的治疗 该怎么病 该怎么看 怎么看 该怎么检查 怎么检查就可以了 所以生小狗的人 生点病 不要自己吓自己 想得开 洗 桃花 灰衣 两边讲 红软星 红软星是干什么的 红软星是报喜的 什么时候 这个红软之鸟 飞到了你家 就叫喜鹊 有好事发生了 它比喜鹊的影响还要大 红软的话 古代有个轿子 我们是在古代 去接新娘子 有个轿 花轿 这个花轿就叫做软 红软这个轿 红软来了 也就说明 这个新娘子接到家了 所以还在单身的 我看31岁 和43岁的狗 努力的努力 有望结婚 红软来了 再不努力就行了 努力的说出去 生小狗的人 在婚姻上呢 他更多的表现在感情比较被动 喜欢一个女孩子 往往在那里被动 在那里守护 就是说单相思 生小狗的感情特征特别多 一味的付出 会的默默的给人家单相思单恋 有的时候会表明 表明的时候 他们很多这个恋爱 地下关系搞得比较多 不是说那种 明目眨眨的谈恋爱 会会这种 就是说比较隐蔽一点的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十二个生小狗是最忠诚的 他哪怕是离了婚 他对他的前夫 对他的前妻 也会有一个合理的 合情的招待 也会像家人一样照顾他 不是说离了婚了 就变成仇人了 黑少有这么一个征兆 他是比较重感情的 那么一个人群在里面 对于家庭能够吃苦耐劳 平时没事 喜欢在家里宅一宅 这里忙一忙 那里忙一忙 都是很勤快的 会把家里搞得比较有条有理的一个 所以家里有一个熟狗的太太 还是很开心的 这单身的 已会的31岁43岁 还来得及的话 二胎 这个要考虑 19岁的话 19岁应该上大学了吧 上大学的话 条件可以 可以适当的谈下恋爱 同样 19岁的女孩子 男女知识不要太过度 要保护好自己 采取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 7岁的生小狗 应该上小学一年级了吧 上小学的人 就要注意一下安全 因为有个兽死伏的出现 死伏的出现了这个小孩子呢 更多的是出现一些 心肝脾肺肺肺 内臟方面的疾病 但是也不严重 最多就是拉拉肚子 肠胃不好 如果这个小孩子本身肠胃不好 肚子就比较不理想 容易拉肚子 这样的话 抓紧时间治疗一下 7岁的小孩子 家里有的话 今年不要犯了小儿煞 犯了小儿风水煞 对他们还是比较凶的 应该化解一下 财业方面有点不好 小号 大号 小号 白虎 天狗 四大破产星 小号的话 是四大破产星里面最凶 最最最最弱的 叫小号 还有个大号呢 大号在前面 小号的话 就类似于是个小耗子 天天通行家的东西 钱财一直在持续性的破产 这个告诉我们呢 生小狗呢 在很多情况下 要及时止损 你发现这个事情 一直在损失 如果没有挣过来的期望 没有挣钱的苗头 就要怎么样 就要尽快的止损 止损了之后的话 以免 后面有更大的损失 生小狗的人啊 他在投资方面 大多数都是比较伟健型 投资比较冷静 能够善于灵清 从对方的交谈中 借助中 找出了一些问题 他是比较细心的 紧坐性比较高的 他不会轻易的相信别人 徐先生 我是属狗的 打个比方 我给你介绍一个投资项目 你给我在那说 我会给你听位 为什么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会在你的言语中 找出了一些问题 属于那种比较谨慎 一般的属狗的人 不容易被骗到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如果你身边有输狗的朋友 那么一个投资项目 能不能投 你可以听取一下他的意见 他是非常合理的 并且他的直觉 嗅觉 在投资被骗的嗅觉 是最准确的 最准确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征 生小狗的话 一般的话 不会轻易的破财 也不会轻易的相信 他人比较喜欢简单 直接的工作 和简单直接的投资项目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繁琐的程序 通常来说 生小狗很难挣到大钱 都是那种辛苦钱 埋头苦干 挣来的一些钱 这种是比较多 你说突然来了一些横财 图了一些外财 这个方面财与是比较少的 比较难得到 贵人方面遇到一个攀安 攀安是什么 攀安就是一个马安 人靠衣服 马靠安 安的就是这个攀安的安 这个是告诉我们 在骑着马 要不断的去遇到贵人 现在没有马 你在马路上也不能骑马 对吧 虽然是叫做马路 你在马路上骑马 你试一下 马上都被抓起来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 要多出去和人交往 在坐地铁也好 开车也好 飞机也好 高铁也好 多出去 做一些交通工具 稍微远一点 比较近的话 就没有必要骑马了 对吧 比较远一点的一些地方 去给人交往 参加一些什么 交流会 探讨会 学习班 然后交流班 这儿的 在这些交流 交往的过程中 容易遇到一些贵人 这些贵人 是你们生肖狗 今年的突破点 破局之导 也都在这里 要破贵人 从贵人这里破 这个贵人 怎么要选 还有个红软贵人 红软贵人呢 他表面上是看 桃花比较旺 如果你要找贵人 多找一些异性的贵人 多找一些异性的贵人 来帮助你 容易得到一些 很好的效果 生肖狗的人 无论男女 他有一个 自带桃花的一个气场 这样的话 他在交朋友 通常来说朋友不算多 看起来不太喜欢交际 也不太喜欢那些热闹 那些炒到的场合 比较喜欢安静的 相对于喝酒 很多人更喜欢喝茶 他们也比较喜欢 那些安静的一些地方 哪怕喝酒 他们也是和几个老熟人 在一起深度的喝 不熟的人 他们也不喜欢 那种放肆的喝 这么一个特征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贵人 是生肖狗 今年的突破之道 那么未来的三年走势 还算不错的 你看 二五年 是生肖狗 二六年 银五须 二二七年 二八年 所以生肖狗 未来的三年 一路高走 就像股票一样 一路飞涨 一年比一年好 所以生肖狗的话 今年二零二五年 在属于平 不算太凶 好好的打技术 不要小着 挣太多的钱 为什么 因为在今年才不忘 也不要小着 做太大的 宽 为什么 因为今年宽也不忘 那怎么办呢 脚踏实地 勤勤狠狠 做好自己的 北直工作 练内功 遇到不好的事情 遇到难题 找人来帮忙 不要自己在那里 埋一头苦干 生肖狗的人 有个特征 就是说 一事不凡二主 自己能做的事 不麻烦别人 有这么一个 比较内向式的 一个交流方式 比较内敛 这也不好 所以今年的话 应该多交际 多交往 这样的话 你的运势来提升 到了明年 一下子起了 哎呀 引五须大运 财户之运 所以今年的积蓄 是为了明年的爆发 明年爆发之后 连着三年往大运 所以好好地把我机会 到了明年 望财 望官 要挣钱的挣 想做坏的做 都起来了 今年的话 稍对来说 低的 低掉一点点 这是未来三年的走势 一路高升 那么破局之道 怎么改了 首先第一个 还是我们这本书 上面是12个生肖 每个生肖的12个月 每个月的每一天 都有急凶日的 这个数值 哪一天 财与指数最高 我们就这一天 出去挣钱去 哪一天 财与指数最低 我们就在家里 怎么样 喝茶 不去招惹别人 那么生肖狗的破局之道 我们把他的运势和他的风水 结合起来分析 最好的是贵人比较旺 贵人里面出来出来 还有桃花比较旺 桃花又旺 桃花又旺 在东南方 东南这个星 叫一百太郎星 又是桃花 又是贵人 又是人缘 所以说呢 在家庭的卧室 或者是办公室的 东南方位 把这个桃花催往 或者是把这个 官域催往 一立小拜会 只要你这个 这一个贵起来了 那你的财和官 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明白了吧 不会差到哪里去 如果好的话 再加上我们这个 整个好日子 在财与旺的日子 出去谈个生意啊 做个官啊 做点业绩 就很容易翻牌了 逆风翻牌 就很容易做到了 明白了吧 所以突破口 在东南方 做的事是贵人 贵人里面选女的 然后呢 在交往中 骑了马出去 多和人交往沟通 而不要宅在家里交往 这是一个方式 比较怕的是什么 财与 财与到哪里 正北方 正北方是破财星 还有一个受死佛 在东北方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塞个黑的 塞个黑呢 在卧室的 不是在整个住宅的 家里面的 正北方位和东北方位 这两个方位 不要是门 不要是窗 不要是住卧室 不要是厨房 如果是 就犯了流年风水煞 结合你的流年运 那你就凶上加凶 一旦运势不好 就会很麻烦 北来要赔八十万的 你可能会赔一百二十万 凶上加凶 无往之三就来了 那怎么样化解 成梅绝 成梅绝 零年风水零时布局 就是零 十二年的风水布局 有个专门的成梅绝 来化解这个风水流年煞的 家里有十二岁 那只小孩 再化解一下小儿煞 基本上就无亏了 所以说这难度不大 那怎么样给我们联系呢 香港的朋友有福气了 直接来我们的 监察嘴的百里购物大道 在海岗城附近 百里购物大道一查都查的 香港人都知道 很旺的一个地段 不请监察 能找到我们 国内的朋友的话 在这个深圳 福田有我们的会所 我们有网站 有官网 有微信 好多东西都很方便 现在已经是信息社会了 我们都在用上这些东西 生肖 我的朋友 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财运不太旺 官运不太旺 好在贵人运旺 桃花运比较旺 三煞有点凶 那我们破局知道了 就是桃花 拉着贵人 催往东南 财运桃花风水位 这的话 伊利小百贵 从而转变整年的运势 做到逆风翻牌 好 祝生肖狗的朋友 在未来的一年 财运广近 事业兴隆 能够逆风翻牌 啊 谢谢观看